中国神秘野狗驴头狼 在大别山深处有一种特殊的野狗 生活在群山峻岭当中 大别山区地处三省交界 原始森林覆盖率极高 当地野生动物非常丰富 其中就存在着一种野狗 当地人叫它驴头狼 有很多老人会叫它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群狗 因为这种野狗出来狩猎都是成群结队 它的捕猎方式和狼群非常类似 70年代的时候 驴头狼在神龙架地区多次出现 据目击者称 驴头狼头部非常庞大 宽度接近30到50公分左右 身体瘦长很像狼 但是爪子却跟牛蹄一样大 当时他频频出现 去捕食村民家养的猪 1977年的时候成立了科考队 进入了神龙架地区 但是很可惜无功而返 直至80年代 驴头狼还是经常出现捕食家禽 但是90年代之后 驴头狼却突然间销声匿迹 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也有人说他们是往神龙架 更深处迁移了